大家好,我是李君,來到這裏想說一說我和媽媽的關係的見證 先說一說我媽媽的背景,她在小時候試過被人綁票,是親人 並且她在小時候看著她的親人被人殺死,一個一個 一個這樣的女生,十個人被人殺死,是嗎? 全家,有的,然後她逃走出來,就不能死 但在這樣的環境長大的小妹妹,肯定的人一定會有影響 她的影響對於她身邊的人很深遠,尤其是家人 我們就是在她的精神狀態,是超乎常人的情況下長大 對我們傷害很大的,我小時候是被虐待的 而被虐待的,如果在現在這個社會來說,她已經要坐牢 即是被人告的,舉一項禮即是不舉得多 她可以兜頭打我的,用藤條 有一次打到我的臉,一條痕,差點打完我的眼睛 這個舉例,她是控制不到自己的情緒 我就是這樣 你另外的那些,再說一遍 另外的那些,有些很精神的 是的,你也說一遍 即是,頭側在廁所裡也說一遍 是的 譬如,我很小時候 我媽媽是突然間的 我說錯一句說話,得罪她 小孩子嘛,她就會 無端端,就將我的頭 推我去洗手間 在以前的洗手間不是坐廁 就是這樣一個 她會把我的頭折下去 是的,折到水裡 舉了兩個例子 我想你知道我媽媽是哪一隻 其實有很多例子 不過,我又覺得不需要全部說話 是的,在這樣的情況長大之下 我和她的關係一定差 我懼怕她,以至我懼怕人 尤其是親人 和兄弟姊妹關係不好 還有,我試過離家出走 即是,什麼都試過 一個這樣的媽媽 令到我有情緒病 我媽媽是有精神病 一定有的 而我是有抑鬱症 和加驚恐症的 那是長年累月的 即是長年累月 即是長年累月 人始終有一天是受不了 就有一天 因為結婚和先生關係不好 再加上工作的壓力 那我有一天就倒下了 人倒下就很… 即是可能沒什麼事 我想那禍真是很禁忍的 倒下到怎樣呢 做不到事情 身體出現了問題 以及有自殺傾向 那為什麼會自殺呢 真是很有趣的 驚恐症原來是這樣的 即是你每晚發夢都很驚恐 驚恐到你是 初初睡到一點點 到之後睡不到 我最高紀錄是七日 沒有睡過 七日七夜沒有睡過 那麼七日七夜沒有睡過 都算了 那為什麼要想去死呢 我咬自己 蓋自己 不痛 那就糟了 不是人了 是吧 接著之後 就收拾了自己的保險出來 即是有什麼錢 想想不想家裡做空窄 想想到外面公園死 然後搞定所有事情 就跟先生說 即是我老公 我那些東西放在那裡 那老公當然聰明了 聞到味道 就用一句說話來跟我說 你女兒中午了 你知不知道 你死了之後她會怎樣 就這句說話 我就跟自己說 要不就好 要不就死 結果我為了女兒 就選擇了好 在復康的過程 當然是很辛苦的 都是很難幫到自己的 事好是壞 在復康的過程中 有一段時間 我是不出房間的 蹲在房間裡 我的女兒好像探監一樣 在拍門 媽媽進來摸摸我的頭 出回去 這個時間好像經歷了 我想是一兩個月 因為我斷了片 我不太記得 我只知道我女兒每天都會 進來摸摸我的頭 然後出去 以至到我 令到我女兒和先生 都有情緒的問題 接著之後 吵吵吵吵吵 在這個時間 我妹妹 就邀請了我回教會 你當是 那天不是一個教會 是一個教會搞的課程 從而我就開始接觸了神 接觸了神 我的生命怎麼改變呢 首先 我是無助 我自己靠不到自己 原來可以靠到神幫我 我根本 等於在深海裡 只有水泡 你便會鑿得很緊 接著之後 生命便開始改變 你知道我有多少苦讀 大家都不用說 批判 挑剔 自私 一定有 成長過程之中 我接受 我自己是這樣 首先是 接受 不是代表 你認同 那我就改 在教會的牧羊下 我聽他們說 我一直改變 一直改變 那用什麼方法改變呢 聽詩歌 看聖經 都懶得了 一年看一本聖經 真的是牧師說的 其實有一件事 我很聽牧師說的 他叫的事我也會做 接著 聽詩歌 其實詩歌是等於聖經的 聽聽一下 你會覺得很多 都是講回聖經的內容出來的 聽得多 看得多 肯改變 最重要是肯改 還有認罪 我記得 很明顯 那個性格改變 就是認罪 認罪 帶來就是原諒 原諒到我媽媽 接著之後 我跟她的老人家的關係 開始改變 其實在我人生裏 我不會原諒我媽媽在正常情況下 但是 因為我相信了神 接著就 跟她開始分享聖經 跟我妹妹 講聖經故事給她聽 講很多這些事情 我媽媽不穿 但是她也膚顯一下 一些女兒的 肯聽的 不要理會 甚至少聽不少 接著後來 她肯在傳道 被我的傳道施陣 她在家裡受淹 但她不是相信我 只不過是 說 女兒喜歡嗎 做吧 奇怪的事情 就是發生了 因為後來幾年 她就生病了 生病了 生病了幾年 原來人很可愛 有問題 才真真正正想想 神究竟在我們生命之中的重要程度 我媽媽病得很辛苦幾年 而且她的眼睛失明 令到她更加情緒波動 在這段時間 她病了兩年之後 因為我和我妹妹時常和她討告 叫神憐憫她 可憐她 即是施恩給她 因為我和我妹妹 最大的願望 就是我所有家人 信神和上天家 神真是聽討告的 我媽媽病了兩年 有一天 媽媽就發了個夢 說神邀請她 想去羅亞方舟 媽媽不知道羅亞方舟是甚麼 然後她就問我妹妹 我們就解釋了給她聽 說想到她就得救了 即是等於 我覺得神想給她救恩 即是想她接受 但那次我媽媽就沒有接受 然後之後 但是我和我妹妹 見到她 就有跟她祈禱 祝福 一直都有做的 而事實上 我覺得以原木掩之下 其實原來我媽媽都是入了腦 那到她病了很久之後 有一天 她就 一年前的事 我媽媽一年前去世 她就跟我說 說 阿君 主爺叔來找我 跟我說 想帶我走 問我好不好 還跟她說 上次我不肯上羅亞方舟 今次就問我媽媽是否肯跟著她走 我媽媽答應了 她說阿女 我答應了神 她說星期一 即是那天我探望她 是星期六 她說 接下來星期一 神就帶我走 到星期一的時候 我媽媽真的要入急症室了 平時我入急症室 我一定不去 因為她入急症室的福度 還多於我每個月去喝茶的次數 譬如十次 她特別入得多 正正因為她說了給我聽 我們那天全家都有去到急症室 媽媽真的那天走了 我很感恩 我媽媽說了給我聽 我一直都放不下 我媽媽有沒有上天家 因為我覺得她真是壞 罵人罵得這麼凶狠 不只是罵我的朋友也罵 我都很懷疑她有沒有進天家 但很感恩 神真是憐憫她 即可憐她 軟弱或者背景很慘 後來就應許了她 還告訴我們家人這件事 即是說你放心吧 你媽媽真的上天家 這個真是印證 所以神是很真實的 另外 神不會停止給我練習我的功課 我叫做 最近發生的事 就是 我老公在去年7月確診癌症 還要一開始就四期 我接受不了 沒有的 接著之後 我就有抑鬱了 但是我和我老公的關係是不好的 我講個例子 你知道有多不好 原來我老公知道自己有癌症之後 是兩個星期後才跟我女兒說的 她覺得我聽了之後 可能會沒有什麼反應 或者會抑鬱你了 她就不肯說著 她在想怎樣說 但是她後期 她都告訴我 想不到我這麼傷心 這麼難過 然後我就覺得 因為神給了一個愛我 我愛她 雖然我和她的關係 不要不代表 我不愛她 然後我還 情緒低落 然後要去見父道 於是這件事就很重要了 她就令我老公改變了她對我根深蒂固的印象 這個老婆說 不喜歡我 然後她才說 想不到我為何我這麼喜歡她 我說 我也想不到我 那是這樣的反應 然後 我一直很愛她 或者對她做了很多好的事情 才知道 發生的問題 就是我們互相害怕對方 和互相傷害對方 這件事是感受到的 例子就是 她有癌症 還在吃橡皮糖 然後我就說她 原來 後來她告訴我 她很害怕我罵她 當她吃零食的時候 然後我就學會了尊重她 因為她都四期 她自己都年紀大 她什麼都知道 她這麼大的人 僅有她自己的選擇 我應該尊重她 不應該說她 也有一次 我打爛了一瓶 一瓶恨人粉 那時候我很害怕她回來 在我清理的地方 我是害怕得很厲害 然後我才知道 原來我們兩個 是互相害怕對方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你像獅子 我像老虎 那當然是糟糕 然後我就學會了 原來我對她 這麼兇 她又知道 原來我兇得她 這麼厲害 然後就開始大家肯改變 為什麼肯改變 因為神介入了我們中間 我老公在病了之後 是相信了神的 那有一晚 我還凌晨三點鐘去洗手家 看到她在廳 因為我的家庭祭藤在廳 很感恩 一個不會想著信神的人 會去信神 會去講見證 會去做義工 即是我們的關係 和我們現在的關係 就是她會表達給我知道 即她是什麼感覺 我也會表達給她知道 我是什麼感覺 這件事 大家就透明度高了很多 不會像以前那樣 你又不肯說 又扮哭 我又不肯理你 我又要對你合眠 即是大家的關係真的好很多 我感謝主 將就座化為祝福 我只可以這樣說 你認為這件事是不好的話 其實她給了很多恩典 我老公現在做了化療 她都不戒口 為什麼呢 因為不戒口不是好事 不過她戒不了口也沒有辦法 但是她就跟我說了一句 她相信神給她的選擇是最好的 給她的結局都是最好的 無論生命有多長有多短都好 因為她相信所以她覺得輕鬆愉快 她說這才是最重要 有回生命的質素 現在見她又去威爾斯做義工 她又 真的 我們家裡的氛圍 是完全不像有病 你說她辛苦不辛苦 我跟你說 四期不辛苦你也不相信 但是你在她的面上 這個是令我很佩服她的 你是不覺得她辛苦的 但是不是代表她不辛苦 大家 這個是哪一個人令到這個氣氛是這樣的 就是神 令到我們家裡的家庭氛圍這麼好 這麼團結 關係好了這麼多 就是神 也很感謝彥牧斯 他每個月都有來我們教會廣道 有時候我是人來的 我告訴你 我們和我老公好像 一些童話故事結尾 過一個很幸福的生活 你都不要相信 就是有時候在一些衝擊裏面 我都要提醒的 而彥牧斯今天說的那個編導 正正是要愛人 怎樣更加愛神 還有主耶穌好疑我 事實上給我這些訊息 亦都令到我在 有時候又做錯事又軟弱的時候 而牧斯就會讓我提醒 還有不要停止讀經 因為原來讀聖經是可以幫你 解決到日常的生活的 這是真的 當你們大家有些什麼情況出現 那些經文就會出現 那你就會知道怎樣解決 我很感謝主可以有機會在這裡 講我的見證分享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